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 导致越来越多房地产相关企业爆雷 击碧桂园、恒大、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发生欠款后 再传出百大房企之一的广州方圆地产 无力支付预4亿美元的境外债券本息 就连新贷市场泡沫也开始破裂吓坏投资者 消费者支出、商业投资和出口等经济数据也通通低于预期 而这股房产恐慌也蔓延到金融领域 据日经亚洲报道 外资已经开始大举抛售中国股票 近卖出98亿美元A股 也是自2014年开通交易以来单月最大卖出金额 中国地方财政问题也引发公车停运 四季停薪事件 上个月拥有上千万人口的河北省 就传出有多条公车路线停运 日前连该速省也因为长期亏损而陷入营运困难 部分分析家市井 中国可能会陷入像90年代宛如日本的通缩陷阱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更直言 中国还面临比需求疲软和债务承重更严重的问题 正是在习近平的独裁集权下 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注定失败 报道指出 10年前北京的技术官僚还被视为专家 更主导了经济奇迹 如今决策者左右为难 无法采取更多理想的振兴措施 因为习近平不喜欢福利主义 更希望把官方赤字压在GDP3%以下 过去中国还能容许经济上的辩论 现在则是劝诱分析师装出乐观的样子 尽管政府高层还是有许多人才 但当上位者传达出来的讯息是忠诚胜于一切时 所有的问题日趋恶化 更坦言中国经济正踏入一个 令人大失所望的阶段 记者绣心整理报道